晚上好朋友们,这话说今天晚上咱家又来了个新听友,这听友其实好些天以前就投稿了,他名字叫苏苏,是个小姐姐来自江西的,但是由于这两天我这边投稿量太大了,把他的故事给压在后边了,我连看的时间都没有,但结果我今天这一看我的天都,早应该看他的这个故事,他这故事太精彩了。 苏苏实际上说了两个故事,今儿咱先讲第二个,过两天您听节目的时候您注意,有个叫苏苏的姑娘,那就是她,她还有一个故事,她说的这第二个故事发生在她上小学四年级这年,苏苏四年级冬天的这么一天下午,南方的天气没这么冷,但是教室里边还是冷嗖嗖的,大家伙都穿着棉袄,下午的时候天气冷, 所以苏苏呢,冬得发困,而且再加上当时上的那个课,苏苏不爱听,挤在那个小座位那儿,就感觉自己快要睡着了,可是正迷迷糊糊的了,忽然间,苏苏班里的大门,有人在外边玩命的砸门。 老师,有人吗,这里边有人吗? 学校里边的人都比较文明,没有这样敲门的,一下子这敲门身把全班同学,包括老师,都给弄精神了,老师当时也懵了。 谁啊,谁啊,谁啊? 结果就听外边那男的在喊。 哎呀,找不着你们学校的人呢?你们学校老师都干什么去了?怎么叫你们班里有人呢?那个,学校门口出事了,快出来。 老师一听完了,马上就开门出去了,结果后边发生的事就不清楚了,不过果不其然呢,这天下午呀,大部分老师跑镇上开会去了,就是镇上教育局组办的会吧,学校里确实是没有几个老师在,剩下班里的同学呢,估计也都自习,反正就赶上了这么也就一节课的空档期,可是偏偏就在这节课,学校不知道出啥事了。 再接下来老师就出去了,出去完了把门关上,跟这男的在外边说的什么不知道,说了大概三四十秒钟,老师推门就进来,告诉同学说,都不许乱动啊,一会儿下课零响了也不许下课,必须等我回来,那个班长你看一下。 然后老师转头就跟着外边这男的走了,走完之后,苏苏说去了可能得半个多钟,老师突然间匆匆忙忙的跑回来,回来之后啊,挺着。 早急的告诉班里的同学。 从这堂课开始,所有课都不许下课了,一直要等着班主任回来,听见了吗? 有上厕所的,三个三个四个四个一块去,反正不许单独出去,就在班里边给我待着。 班长,一旦有同学乱跑,我回来就找你,班主任很快就回来,你们坚持一下。 老师说完之后,哐郎关上门,就差把门反锁上了,然后又跑出去了。 这会儿,学校的同学们就懵了,这是怎么回事啊,出什么事了? 可是没等了二十分钟,苏苏说我们就听见大量的警车声,绝对不是一辆,得三辆以上。 低门大门,低门大门的,就全都来到我们学校门口了。 当时同学们都是小孩啊,大伙就说,哎呀,是不是学校门口出凶杀案了,死人了,这怎么回事啊? 可是这同学说的东西谁也证实不了,谁也不知道是到底出没出凶杀案。 所以当时大家伙也就只能是这么认为的。 但是这一天呢,孩子们最后待到了在学校里边四点多钟,按说平时是五点半下学的,可是提前一节课,等班主任回来,就把全校的这些学生都给放课回家了。 走的时候,学校门口好多警察,好多人不知道在那忙活什么事情,而且还停着两辆大棍子的汽车,就在学校左侧待着。 但是老师不让孩子在学校门口停留,快速把孩子就全都给疏散了。 疏散完了,这小孩们回家就把这事跟家长说了,我们学校出事了,来了好多警察,有的家长听,有的家长不听,但是这件事这天晚上也没形成什么风波了,尤其苏苏小时候内向,跟爸妈压根都没怎么念叨,可是不代表他心里边不琢磨。 所以当天晚上,苏苏特别着急,转天回学校想听听去,这到底昨天出了什么些事了? 可是,等到第二天回学校,学校里也没有一个人能给出准确消息来,全都是胡乱传。 结果这件事隔了好些天,在学校成了迷了,不过,这个对于孩子们来讲也不重要,孩子没这么怎么办,不知道就不知道呗。 可是,就从这件事发生完之后,苏苏说,我们起码早下课,早下了整整一个多月。 也就是说细了的话,就是从那天发生完这件事之后,苏苏他们的下午课全部改成三点半下课, 就是只上两届课,然后所有学校的学生都放假回家。 那由于学校的这个举动是过于强烈了,使得学校里边也不知道谁是第一个说出来的。 但是,别管是谁,这消息在学校传开了,接下来没写日子, 全校的学生们都说,咱们学校啊,闹鬼了。 不过苏苏小时候对这事没概念,什么是鬼,什么是闹鬼啊,都不懂,但是只知道挺吓人的, 不过也没吓着什么,因为放学下课吓得比较早。 可是,这个谜题终于在一个多月之后,给揭开了。 谜题真的揭开啊,是一个多月之后开家长会, 苏苏妈跟老师挺熟的,到那肯定是跟老师聊了什么天了, 老师把学校这些日子变化的事情指定是告诉他妈了。 可是老师估计也没想到,这苏苏妈回家把这个事当成故事, 回家给念叨了,而且那天晚上刚巧赶上苏苏妈带着苏苏娶奶奶呢, 家里一大堆亲戚,苏苏他妈当成邪声, 给大家伙奖了,苏苏听了一半时才反应过来, 这不我们学校吗? 结果,您知道苏苏他妈怎么说的吗? 他妈说, 你们知道他们学校现在都改成上两节课了吗? 而且现在不附近都传他们学校闹鬼吗? 我跟你们说,真闹了鬼了。 我听他们班主任说,说出事那天呢,正是苏苏他们班上着课了, 而且全校就留了两个老师,有一个老师是男的, 正好是苏苏他们班的数学老师。 结果上半节课呢,学校门口看大门的大爷, 就跑学校门口那儿溜达买东西去,也不是干什么的, 结果刚走出学校这路口这儿, 就听见脚底下地沟盖里边, 有人喊着跟他说话, 老哥呀,救救我呀,我掉地沟里了。 大爷当时听完有点懵了, 哪儿了,谁呀? 结果再仔细一听,这声音就是从地沟传出来的。 马上老头从旁边就找了个棍子, 想别着这个地沟盖上那个眼儿, 把地沟盖掀开把这人拉出来, 可是那个地沟不知道怎么着, 就是弄不开。 结果老头着急呀, 马上就跑回学校找老师去了, 老头接的是中班, 他刚来学校, 他不知道下午老师们得上镇上开会去, 然后一看学校没老师, 直接就敲了苏苏他们上这半节课的门去了, 当时是苏苏班里那男老师跟着这老头一块再返回去, 想办法弄这地沟盖的, 而且这男老师也听见了, 下边有个老头似的声音, 喊他们,让他们揪他, 可是也不知怎么着, 这地沟盖估计时间太久了, 就是拉不开, 结果两人一商量这不行了, 赶快就报警了, 那报警之后不用说了, 消防队和警察叔叔马上就过来了, 来了之后他们有专业工具, 三下五成二把这地沟盖就给拉开了, 拉开完之后里边没有人, 而且整个里边满满的酱黄汤子, 它是个化粪池, 人家警察当时就奇怪了, 这里哪有人呢, 也不可能有声音呢, 那里边的化粪池满满的, 可是老师跟这老头偏说这里边有人, 结果警察没辙呀, 人家负责着呢, 立马又通知了环卫那边, 环卫那边派了两辆抽试车过来, 没两下就把这地沟里边的所有的试给抽干净了, 抽完之后人家还穿上了专门的服装, 跳下去找去, 那那化粪池不大的地儿, 整个池子里边连半只老鼠都见不着, 更别提有什么老头了, 当时警察就说你们俩到底听清楚了吗, 你们这是不是谎报呀, 可结果旁边的不是有那个开店看热的呢吗, 人群中有个老头就说了, 这事也他妈真有人管, 你们真是咸的你们俩, 我在这儿过都听见好几次了, 那化粪池里边能是人吗, 那是催命的鬼, 你们俩把地狗杆掀开就给你们俩拉进去, 过来说闲话的这老头啊, 他口无遮拦, 警察同志在边上呢, 警察一听什么, 你也听见过什么, 结果各周围一打听一问, 好家伙, 这周围好几个人都听见过, 而且人家都知道, 这不是好事, 不是人在喊, 这种事不能管, 可是架不住这学校老师, 他们不懂这个, 他们觉得不会有这个些事的, 所以他们这才报警了, 结果这天警察听完了也发懵, 一看这个算了吧, 咱就当白忙活一趟吧, 各自就都回去了, 可是这老师和这看大门的俩人就懵了, 哎呦, 怎么世界上还有这事呢, 当天晚上就汇报给校领导了, 校领导啊, 也奇怪, 他不信, 他脚着这不胡说嘛, 就没当回事, 可是转过天来, 校领导多少也得注意着, 他自己也跑到那个地沟那听见, 结果到了地沟那, 据说校领导也听见了, 然后当天下午就让学校改了时间, 早放学了, 不过现在据他们老师说没事了, 前些日子周日休息的时候, 学校请人过来了, 在那地沟那行费了半天的郡, 反正是做了点事情, 据说已经把那东西轰走了, 而且请来这人说呀, 说这脏的地劲最爱招这个东西, 什么猪圈呢, 画粉池啊, 阴水钩子, 是最爱染这种事的了, 让学校以后啊, 把那个学校门口的那个挂的彩带子什么的, 都换成五彩的, 说能辟邪, 我这不前两天上他们学校开家长会去吗, 我还以为他们那搞什么活动呢, 哎呦, 我到那儿也问老师, 原来挂这些彩带子, 是因为这个事啊, 苏苏妈当时给亲戚们讲这一番给苏苏听梦了, 妈妈这是真的吗, 我以后再也不走正门了, 可是她妈自己讲完自己又给把这事破了, 你别跟着她, 你别害怕, 世界上哪有鬼啊, 他们都瞎说的, 可是您说苏苏能以后不害怕吗, 特别的怕, 不过恰巧苏苏妈赶上苏苏是个内向嘴严的孩子, 小时候知道身前, 没把这事跟任何人说过, 可是苏苏说, 估计我们老师或者是别的班的老师, 不止一个人把这事告诉家长呢, 因为自他开完这家长会, 没三五天, 这真实, 不说错话了, 不是真实, 就这具体的情况在我们学校就传开了, 结果您猜怎么的啊, 那会儿好多家长家门口离得都特别近, 都到学校接孩子来, 甚至就包括我妈, 我们家走道十分钟就能到家的, 没事儿也在家附近的路口等着我, 自怕我们呢遇上什么邪事, 把我们小孩吓着了, 今天晚上啊, 咱们家那个老听友李之鱼又来了, 而且大家好多人都了解李之鱼, 这人可是个大神, 身边一堆顶级的高流大作家, 而且呢, 他手里边掌握了好多资料, 并且人家干的那个工作呀, 也都是咱们没法想象的, 专门整理古书的, 就不是私人拿给国家干活的, 所以他知道的故事呢, 肯定与众不同, 所以李之鱼一提供故事, 我就非常的认真, 但是这期故事呢, 我给起的这个名字就极为的不靠谱啊, 叫画骨棉掌, 有些朋友可能听完了都觉得我是在搞笑的, 但是您一会儿提完了这期故事的内容, 您就理解我了, 你看他起的这个名字啊, 这故事还真说的是画骨棉掌的事, 哈哈哈哈, 行, 开个玩笑, 马上咱进入今天故事的内容, 他说这事是他一个同事说给他的, 李之鱼的一个同事啊, 家附近有这么个洗浴中心, 这洗浴中心呢, 李之鱼这同事他指定是经常去, 这就不用说了啊, 但是是不是正规的咱就不知道了, 反正他经常在里边待着, 结果一来二去的呢, 就和洗浴中心里边一个搓澡的小伙子, 就关系不错了, 当然俩人都是男的啊, 您别乱想啊, 就是交朋友了, 而且没事俩人可能还会出来吃个烤串什么的, 聊得挺好的, 可是没隔了些日子, 有一天中午, 这天中午他这同事估计是没上班这天, 就跑到那个洗浴中心, 就是准备今天下午可能就就就就在那玩了, 结果呢到了那之后还没进门了, 搓澡这小伙子呢就打里边出来了, 哥你来了, 他一看你怎么了你还没上班, 然后这小伙说, 我下午两点中班, 你这怎么这么早就来了, 然后李之余同事就回, 老下午没事我就想在这待着了今天, 然后这小伙就问, 哥那你还没吃饭吧, 那李之余的同事指定没吃是刚十二点的, 结果俩人就一拍即合, 跑对面找了个小饭馆, 吃饭去了, 这饭馆啊是个吃锅贴的, 天津人就爱吃锅贴, 对我忘了跟大家说的, 这是个天津的故事啊, 他最爱吃这一口, 但是这个饭馆呢它有个问题, 他里边只卖锅贴, 那除了锅贴以外可能送您点醋, 再剩下您要任何东西就没有了, 结果吃着半截, 这个搓澡这小伙子, 他就跟这李之余的同事就说, 哥你喝啥我请, 喝汽水吗, 那指定喝呀, 结果这小子起身就转头上旁边的一个小卖店, 买汽水去了, 买汽水你就买去吧, 而且这小卖店就在这锅贴店的旁边, 可是这小子走了就不回来了, 好半天没来, 那结果之余的同事就就讲着不对, 那哪儿去了, 就出门瞧他去, 可是刚从锅贴店推开门帘子往外边一走, 只听见旁边那屋吵起来了, 而且吵架的声音一听, 就是洗澡按摩的小伙子, 他不是本地的东北小伙, 然后跟他吵架这大爷也不是本地的是个南方人, 那之余同事一看这个是怎么了, 买个东西怎么跟老头吵起来呢, 马上就跑到旁边小卖店去了, 可结果到了小卖店了, 只见这个大爷跟这小伙已经撕巴上了, 您知道什么叫撕巴上了吗, 就是俩人已经揪住衣裳了, 之余同事一看这个坏了, 这怎么动了手了呀, 上去赶快阻拦, 这么大岁数了, 结果上去一阻拦之后, 这才发现, 不是这小伙子拽着这个大爷, 是这大爷玩命的拽着这小伙子, 那之余的同事马上上去就得劝他, 大爷您松开松开吧, 咱们别动手有什么事, 怎么了这是买个东西, 结果这大爷在那招起白咧的, 就跟之余同事说, 他骗说给我钱了, 我没拿到他的钱, 他没给我钱, 结果这小伙子嘴也不闲着, 我给了啊, 咋没给啊, 我给你钱了, 给你张十块的, 你找我应该, 好嘛, 那之余同事一看俩人撅巴起来, 就因为这个, 然后他马上从口袋掏了十块钱出来, 行行行, 算了算了, 我给我给, 你们俩松开松开松开, 别弄了别弄了, 然后大爷一看之余同事给钱, 把手立马松开了, 但是小伙子这会儿不干了, 立马上来阻拦, 哥哥哥你别给他, 我给他钱了, 这老头不认账, 然后这大爷在那儿一边拿着之余同事的钱, 嘴里边也没停闲, 你就是没给钱, 什么不认账, 我这么大岁数了, 我骗你这几块钱吗, 我告诉你, 你喝得起喝, 喝不起就算, 坏了, 老头这句话刺激到这小伙儿了, 那说实话, 这话有点难听, 但是当时都在火头子上, 也不走板, 可是这小伙儿控制不住了, 情绪顿时上来了, 反过来比老头刚才脾气还大, 张嘴就是一通脏话, 这通脏话我没法给您学, 太脏了, 肯定是指爹骂娘了, 可是您别忘了一件事, 你被骂的是个七十多岁的老爷子, 这小孩也就二十三四岁, 那老头顿时俩眼就红了, 你, 你怎么这么说话难听啊, 你知道我多大岁数了吗, 你骂我, 你知道我妈多大岁数了吗, 我妈要活着一百多岁了, 你说的是人话吗, 咱说实话, 俩人吵架掰扯不出来谁对谁错, 都够呛, 小伙子骂这老爷子的确是不对, 但老爷子非说他没给钱, 说的那句难听的话, 也是激怒这小伙子的原因, 不过咱掰扯这玩没有用, 此时双方脾气伙都顶在头上, 那指定是最重的时候, 这会儿也没法分析谁对谁错, 可这小伙子指定是不服, 继续破口骂这老头, 而且是越骂越难听, 东北话想夸一个人, 能给您夸上天, 要想骂一个人, 我想全国任何的语言, 你都骂不过东北话, 这老头前面咱说了他是南方人, 嘴笨, 本身普通话组织能力就差, 结果让这小伙子这么几句骂, 把这老头骂得两个眼睛是长得通红, 而且这会儿, 一只鱼的同事看出来了, 这老爷子这回可是真急了, 攥着拳头站在柜台里边运气, 之鱼马上上去就劝这老头, 大爷算了算了, 别理他, 他小孩昏昏, 您快收钱, 我们走了, 我们还吃着饭了, 可是这时候说这话已经晚了, 老爷子已经怒了, 并且不但怒了, 攥着拳头全身开始抖起来, 之鱼的同事当时一看这怎么了, 坏了, 给老爷子气脑血栓呢, 立马就阻拦旁边这小伙子, 你别说话了, 别说话, 我一会儿气病了, 然后一边阻拦着伸手又上去扶这老爷子, 行行, 大爷大, 您别沉动气, 别理他, 别理他, 可是说这话顺手一摸这老头子的身子, 砰一下, 把之鱼同事的手给弹开了, 这时候要给您细形容, 就好像老头身上通了电了, 身上带电, 之鱼同事被弹开之后就懵了, 哟, 这, 这, 怎么回事, 可接下来可就来不及了, 刚反应过来这老爷子不对劲了, 结果只见老爷子从柜台里边, 嗖一下窜出来, 把手张开, 罩着这小伙子的后脖梗子上, 啪, 就是一巴掌, 这一巴掌都是打得贼响, 您想那手掌拍到后脖梗子上, 那指定是啪这么一下啊, 把之鱼同事给打懵了, 可是这会儿这小伙子被老头这一巴掌, 直接给拍坐地上了, 之鱼的同事一看这个这老头可不善, 怎么动手啊, 马上上去阻拦这老爷子, 可是这老爷子您知道反过来说什么吗, 你躲开啊, 这次跟你没有关系, 我不想丧着你, 说实话, 之鱼的同事这会儿有点害怕了, 有点虚, 这老头不对劲, 好像练过什么奇怪的武功, 但是事已如此, 能怎么着啊, 七十多岁老头打一二十多岁小伙子, 你还报警不成吗, 再说也打得不太重, 就拍了厚薄乖子一下, 结果之鱼的同事马上拉起来这小伙子, 走吧, 别别别别闹了, 你也还不了手, 你敢打他吗, 打完他不赖上你了吗, 实际上这话不是给这小子台阶下吗, 真要动起手来, 不见得打得过这老爷子, 结果这小伙子这会儿失趣了, 一看这个, 就跟着之鱼的同事走出去了, 出去之后回到旁边, 过天那吃饭, 同事看看小伙子的脖子, 只见上面一个大红手掌印, 问他疼吗, 小伙子说没事, 但是这老爷子的手的确挺重的, 那手掌印当时就肿起来了, 可是这必定是个插曲, 到了饭馆吃了一会儿饭, 这事就结束了, 结束完之后, 到下午的时候, 之鱼的同事跟这小伙还一块儿回了洗浴, 这小伙还给他搓过澡, 但到这一天开始, 等到转过天来, 之鱼的同事就再也没见过这小伙子, 那这隔了几天之后, 这之鱼的同事指定奇怪呀, 得问这小伙同事啊, 那谁呢, 小玩呢, 我怎么这几天没看见他呀, 他哪儿去了, 好嘛, 结果这一问同事, 同事特别神秘地告诉之鱼的同事说, 哎哟, 大哥, 你说的是不是老给你搓澡那个, 跟你不搓那个, 那小孩出事了, 他前两天不知道怎么回事, 跟我们这儿斜对面, 一个老头打起来了, 那老头拍了他一下, 然后转过天来那老头就没了, 结果到了第二天, 这小子身上就开始疼, 而且厚薄梗子上就长出个大黑手印子来, 并且更邪门的是, 现在更吓人, 他前两天就是不行了, 在医院住着, 结果晚上咳嗽, 从嗓子眼里咳嗽出骨头来, 然后牙齿一颗一颗地往下掉, 医生当时就给他检查, 结果发现他五脏六腑全乱套了, 然后直到了前天吧, 就是他被打完的第四天, 就不省人事了, 一口一口地往外吐黑血, 据我们单位有看过他的同事说, 说他吐出来的东西都是臭的, 身上也开始臭, 并且好像大夫还跟他说那意思, 他拉屎的时候, 把肠子都能拉出来, 然后他们家就来人了, 就是昨天了, 昨天来人之后跟医院商量, 说天津的医院看不了, 要把他送北京去, 可是他们家人把他弄到北京, 北京那边不接收, 现在一家人正在北京发愁呢, 哎呀, 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, 这老头怎么这么厉害呢, 就拍了他一下, 这怎么绝世武功呢, 这事儿, 之余同事一听完, 啊, 这不就是那天跟我一块打架那老头吗, 马上就问他, 什么, 你说的是真的, 那那老头呢, 然后这小子又说, 哥我不是刚才跟你说了吗, 就打完他第二天那老头就不见了, 然后你到那小卖店问, 人家说那老头是雇来的, 南方人, 不知道跑哪儿去了, 工资都没有, 结果之余的同事听完, 站在这儿就傻了, 然后又再次问了一下, 这小伙子, 兄弟, 你没开玩笑吗, 你说的是真的吗, 哥我骗你那干嘛呀, 真的, 他以后不会来这上班了, 人都废了, 不知道能不能活还不知道了, 那这下之余的同事一琢磨, 我走, 这老头真有两下子, 我说那天我摸的, 他全身发抖把我一下弹开了呢, 坏了, 我到现在我这手指头还疼呢, 不会把我也枕着了吧, 好了朋友们, 这故事讲完了, 您说这故事应不应该叫画骨名掌呢, 所以您别骂我, 他真的就很画骨, 很棉掌, 不是我起名字有时候奇怪, 您说这故事您给我起个名字, 我看看您能支出什么高招来, 对吧, 说了半天, 还得是这个名, 所以我觉得我挺有文化的, 起的名字多好啊, 开玩笑开玩笑, 记录身边灵异, 讲述世间奇谈, 咱们明天再见。